2020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10月中旬在南投中心新村举行 各个茶行 茶农等到现场 以茶会友 茶友也能轻松地探访全台的各种茶味 其中这个有机茶主题馆 外观和其他的展场有相当大的不同 那我们整个有机茶的主题馆 是运用我们整个自然的那个一个感觉 来营造我们有机茶对这个生态的关怀 所以我们整个有机茶馆 其实是整个跟整个茶博掌馆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空间感觉就是很轻松 就是场馆很明亮这样 去年第一届就有参加过了 那今年的话比较不一样 就是场馆又有改变 然后茶席变多了这样 那今年呢我们就希望呢 它跟有机的关系又更加强烈 其实有机就是一种明亮清新的这种感觉 在阴架上用绿色植栽来点缀 就像有机茶也和花草共生 而展览主题今年定为有机茶是台湾的礼物 台湾有机茶呢 我觉得更可以说是台湾可以拿出去国际 或者是拿给我们尊贵的人呢 来跟他做分享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失礼 所以只要有机茶的生产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态环境更多元 那过去的一些动物动植物都可以再回来 好喝 红茶啦 热热的 是用泡的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 跟一般外面的市场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这个茶比较品质比较好 比较不会那么苦涩 年轻人在手摇茶 罐装茶之外 开始喜欢现泡茶 透过有机茶更开始喜欢大地 让今年的有机茶主题馆更显重要 记者陈佳乐南投报导